最后将沿着缅怀西规浦出身韩国书法巨匠 素安玄中和先生的素安路欣赏作品 在低矮的墙上附有情感的描绘海女、石墙、西规浦港等的第31号作品 西规浦故事 重新审视已故摄影师崔南善的旧照相馆的32号作品 幸福记忆的照相馆 再到利用韩文辅音、原因、形态的长椅作品和客下名言名句的33号作品 文字香、丹罗、素安路处处都充满艺术之香 在素安纪念馆里欣赏完素安先生的遗物和作品、企划展等后 作家散步路的旅程就会结束 在沿着和美丽的自然相互交融的诸多艺术作品一路走来的道路尽头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乌托邦